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帶您關心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賓州的造勢活動 遇襲 他耳朵流血 正臂高呼奮鬥的畫面 現在已經被各界視為定義 二零二四年大選的影像 但是除了兩大陣營相互指責 許多毫無事實根據的陰謀論 也鋪天蓋地而來 讓本來就陷入分裂的美國社會 似乎變得更加對立 川普十三號在賓州巴特勒的造勢活動 遭槍手開槍 子彈刺穿誘餌 短短幾秒的時間 他迅速蹲下 特勤人員趕上臺 將他團團包圍 川普臉部流血 神色堅定 大無畏的正臂高呼 三次奮鬥 看在支持者眼中 就是美國英雄的化身 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的報導 只隔天全美各州多個大型福音教派 教會都將這稱為是上帝的神蹟 或將川普形容為天選之人 聯邦眾議院議長強森 也稱上帝保護了川普總統 佛州共和黨籍眾議員薩拉薩 則是在社區媒體X 發布一張天使引導川普避開子彈的插圖 川普的兒子小唐納川普則是把槍擊案怪罪在激進左派的頭上 被視為川普可能的副手人選之一的共和黨參議員范斯 案發第一時間就誠實拜登的競選言論 直接導致川普總統遭暗殺 另一方面紐約時報的報導只自導自演 也就是一切都是川普為了勝選而搞出來一場戲的陰謀論 也迅速地在網路上散布開來 美國民主共和兩大陣營2020大選以來 彼此仇視參與對方甚至是暴力氣氛更是來到了最高點 芝加哥大學6月的一份調查顯示 有10%相當於2600萬的美國成英人支持以暴力來阻止川普當選的論調 拜登14號晚間在對全國演說中表示美國不允許暴力 在美國政治暴力永遠不會是答案 但打從1865年林肯總統遭暗殺以來 美國有四位元首在任內遭暗殺身亡 三位在任內或是卸任後遭遇攻擊 兩位爭取總統職位的候選人一死一傷 一長串的傷亡名單 甘乃迪家族就佔了兩位 這次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小蘿蔔甘乃迪 就以自身的經驗跳出來呼籲各方放棄暴力與仇恨 應該要團結 公視新聞王滬編譯 川普遇襲之後的最重要行程 就是前往密爾瓦基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公視採訪團隊也已經就位 稍後將會有更完整的川普相關新聞 現在我們先報導臺灣的政治軍事焦點 是國造潛艦第一艘原型艦海坤號 今天駐水出屋 持續進行駁港測試 但是並非最近盛傳的海上測試 凡照變得比之前更平整 完成光電潛望鏡跟電池組裝作業的國造潛艦 第一艘原型艦海坤號邁入下個里程碑 十五號駐水出屋 以往高雄港九十一號管制碼頭的靠伯伏臺停靠 整個出屋程序進行將近三小時 這是繼二月後再度現身 外觀繁照光滑已無之前授碼現象 潛艦上也有工程人員在進行各種測試 海坤號在現身不只水下有微網管制 防止不明機具從海底侵擾 空中也全面管制無人機升空 甚至部分港區掛攔截網封港 強化保密 強化後組共軍 潛艦戰力不可少 林穎又表示 海坤號會持續搏港測試 包含在碼頭使用岸電通電測試 檢視各項裝備運作狀態 完成認證後才會進入到下一階段的海上測試 學者分析 海市會先以動力系統為主 包括輔航 潛航 最重要的戰鬥系統驗證 推估會由美方人員協助 海坤海市的騎乘傳出就在九月 但軍方多次強調一切以安全為優先 沒有海上測試的時程表 不過根據合約最晚在二零二五年底前 完成交艦作業 反制水下戰力最有效手段的國造潛艦 每一階段進度都是外界關注焦點 記者歐榮張明如綜合報導 再來看經濟部能源署 今天公布最新電力供需報告 推估到了民國一百一十九年 全臺灣用電量將會成長百分之十二到十三 尤其是AI科技用電 到了一百一十七年 會比現在增加八倍之多 不過經濟部同時強調 未來將會推動三大即時建設 確保穩定供電 臺灣未來將迎來AI用電爆發時代 臺灣是否做好穩定供電 經濟部能源署十五號公布一百一十二年 供電情勢 規劃未來十年長期用電需求 預測到了一百一十九年 用電將成長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三 經濟部表示目前已掌握現有大廠和重大投資案中的用電規劃 預測一百一十三年臺灣用電量是兩千八百二十九億度 之後將逐年攀升到了一百一十六年將突破三千億度 一百一十九年用電將成長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三 到了一百二十二年用電量將達到三千六百四十一億度 因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百分之三點九四 以及AI科技帶動半導體產業擴廠和電動車推動政策 預測到一百二十二年全國電力需求年均成長率是百分之二點八 而AI科技用電需求從去年的二十四萬千瓦 增加到一百一十七年的兩百二十四萬千瓦 足足增加兩百萬千瓦成長八倍 這個部分是低估的 至少應該估到百分之十五 這樣子會比較合理 燃氣這邊就沒有辦法補上 那你看看再生能源又一再的落後 在一再落後的情況底下 它就更不可能上 專家認為新建燃氣機組恐存在變數 呼籲在變數排除前也因思考核電研議這選項 新北亞運動員的出色表現花開病地 今年二十一歲的小蠻牛艾卡拉茲 在溫布頓網球賽也擁奪男子單打冠軍 那麼今天球場上另外一個焦點 就是頒獎給他的英國凱特王菲 這是凱特宣布罹患癌症之後 第二次公開露面 全場觀眾都給他熱烈掌聲 今年三月宣布離愛的凱特王菲 十四號穿著衣襲紫色洋裝 現身溫網競標賽南丹決賽現場 擔任頒獎嘉賓 夏綠帝公主也隨行 母女兩先和幾位球員親切握手寒暄 接著前往球場看臺 一路上掌聲不斷響起 等到走進觀眾席後 全場觀眾更是起立鼓掌相迎 凱特也不忘露出親切笑容 言論揮手和民眾打招呼 顯示他依舊享有高人氣 凱特今年三月宣布離愛 上個月才在神隱拜年後 在白金漢宮舉行的皇家閱兵典禮首度現身 這次是他離愛後第二度公開露面 看起來風采依舊氣色相當不錯 凱特王菲是網球迷 2016年開始接棒成為全英草地網球協會贊助人 每年都會佩戴代表協會的紫綠色蝴蝶結胸針 現身溫網賽事 這枚胸針也是已故女王伊麗莎白爾氏 送給凱特的禮物 別具異議 凱特上次露面時曾表示 希望今年夏天能參加其他活動 他顯然沒有讓公眾失望 外界也希望他的健康越來越有起色 故事新聞政府明編譯 回到今天的頭條新聞 美國前總統川普遭到槍擊驚動全世界 現在我們就把時間拉回到上週六傍晚 在賓州這個造勢現場 川普在台上發言時 連續傳出了槍聲 目標現在已經推定就是川普 但是卻造成了台下支持者 一死兩重傷 川普則是幼兒流血 但是傷勢並不嚴重 埋伏在一百多公尺外屋頂的凶弦 當場就被這個維安人員給擊斃 事後調查發現 這一名槍手的背景耐人尋味 他只有二十歲 今年總統大選才準備第一次投票 雖然登記為共和黨員 但是卻曾經捐款給民主黨相關的組織 聯邦調查局FBI目前認定 他是單獨行動 視為潛在的本土恐怖主義 但是企圖暗殺川普的動機不明 仍然有待調查 美國前總統川普高舉拳頭 血流滿面的影像是本次美國總統大選造勢 令人震撼的一幕 富商的川普十五號會按原定計畫 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接受保守派媒體 《華盛頓觀察家報》訪問時 強調要藉由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帶動國家團結 而本週四即將發表的演說內容 也做的調整 不再批評總統拜登 而是聚焦團結 美國總統拜登則罕見在白宮 橢圓形辦公室發表全國演說 這場約五分鐘的談話 除了強烈譴責槍擊 也表示現在是考驗美國的時刻 是時候降低敵對政治溫度 競爭雙方都有責任 在如今良機分化嚴重的選舉之前緩和局勢 這也是拜登上任以來 第三次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全國演說 上一次是去年十月針對以哈衝突和惡務戰爭 拜登呼籲美國人民應透過投票捍衛憲法和法治 而非暴力 這才是美國民主運作的方式 另一方面外界批評本次槍擊是特勤局的維安疏失 特勤局卻表示不會更改針對共和黨全國大會的維安規劃 聯邦調查局則調查犯案動機 認為這名二十歲的槍手克魯克斯是單獨行動 尚未發現特定意識形態或心理健康問題 會將這起事件視為暗殺行動來調查 但也不排除潛在的國內恐怖主義行為 槍手的高中同學則告訴媒體 儘管他按槍手少有互動 但總是看到對方獨自一人 還稱克魯克斯常常被霸凌 公視新聞 兩位編譯 川普在遭到槍擊之後 仍然堅持參加美國共和黨大會 這個場合也即將正式提名 川普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 目前公視新聞部的採訪團隊 張漢 馮偉羅已經抵達了密爾瓦基 準備跟觀眾朋友分享他們的第一手觀察 哈囉張漢 明明好 好的 我們知道這個川普在賓州的造勢大會遇襲 你覺得這對臺北時間星期二凌晨 馬上就要揭幕的共和黨大會 是不是帶來極大的震撼 好的 明明 首先帶來的是安全的震撼 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次共和黨大會 比以前採訪過的美國政黨大會安全檢查 要嚴格得多 這次大會湧入大約五萬人 安全工作本來就不輕鬆 開會期間河道不准走船 上空不能飛越 還有大批國民兵和備員警力待命 槍擊案發生 讓這邊的氣氛變得更加緊張 已經有人開始質疑 由聯邦特勤局主導 花費二十二億五千萬台幣打造的大會維安防護網 是否真的經得起考驗 過去幾個月一直傳出 共和黨和特勤局對抗議場地是意見不合 現在槍擊案發生 大家不得不重新檢視一些規劃 另外在精神層面其實也帶來震撼 槍擊發生 我們看到共和黨內各三頭同聲譴責暴力 形成比以前更團結的共和黨選戰力量 共和黨有不同的派系 有像是保守派 溫和派 福音派 甚至川粉 原本大家也吵吵鬧鬧 但現在基於譴責暴力的大前提 我們看到連一向對川普不理會的 共和黨小布希前總統 罕見對川普安危表達關切 另外不同派別的共和黨參議員州長 也都發言力挺川普 所以川普遇襲意外凝聚 共和黨大會更強的向心力 明明 張漢國也很好奇 未來四天的大會 你們將會帶給大家哪些觀察重點 未來幾天我們會看到 共和黨精英輪番上台演說 也會看到大會就提名和黨章表決 當然新公布的副總統候選人登台首秀 和川普發表接受提名演說 全都是亮點 還有所在地威斯康辛州的選期 也特別值得關注 我認為拜登會贏 因為人們的群眾是在善於女人 而川普在談判的方式 是反對女人 所以我認為拜登會贏 我認為川普會贏 為什麼? 我認為川普會贏 因為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他會贏 川普會給更多支持? 我認為川普 我認為川普 特別在發生的事 和如何處理它 我認為他可能會贏 蜜尔瓦基所在的威斯康辛州 過去30多年一直是民主黨鐵票區 但卻是今年大選的搖擺州 2016共和黨川普曾經反轉拿下威斯康辛 但2020拜登又重新奪回威州 兩次大選兩黨得票差距都不到1% 今年拜登川普民調也一直呈現麻花狀的纏鬥 共和黨想借蜜尔瓦基營造聲勢 奪下威斯康辛 民主黨則全力固盤 想要穩住自己的藍色長城 另外台美政黨在會議場互動 也會是另一個觀察重點 明明 好的 謝謝張翰 目前全球都聚焦在美國總統選情 我們也非常期待採訪團隊未來幾天的報導 不過我們現在先把鏡頭轉到澳洲 因為基層勞動大缺工 澳洲大舉招募了4萬名 來自南太平洋島國的勞工 準備安排他們在加油站等行業工作 將顧客的餐點撒上胡椒粉 結帳後再交給顧客 澳洲的加油站雖然是自住室 但也附設向便利商店的服務 提供顧客各式各樣的零食 而這名員工是來自斐濟的移工 這座加油站目前有8名來自斐濟的移工 這間加油站公司在昆士蘭省設有19個加油站 澳洲缺工嚴重 加油站公司的老闆說 雖然只是簡單的工作像是補貨或是煮咖啡等 他們還是很難找到當地人願意做這些工作 澳洲在去年擴大了太平洋澳洲勞動力流動計劃 目的要加強與南太平洋島國的合作 來自太平洋島國的移工 最久可以工作四年 目前透過這樣的合作計劃而來到澳洲的移工 總共約有四萬名 太平洋澳洲勞動力流動計劃 起初是為了尋找農業相關的員工 現在則涵蓋了長照人員 肉類工廠 飯店業和旅遊業人員 而澳洲政府也承諾要將計畫再擴大到其他行業 但條件之一就是雇主必須提供住宿 並且確保移工的人身安全 公視新聞沈盧沛編譯 法國精品Louis Vuitton 經常在各國遭到仿冒 沒有想到品牌今年推出的海灘系列 卻被羅馬尼亞指控抄襲他們的傳統服飾 連該國文化部長也出面表達不滿 Louis Vuitton後來證實已經向羅馬尼亞道歉 相關產品也停止銷售了 羅馬尼亞克爾八千山腳下的村民 隨著民謠音樂頻頻起舞 他們身上的白色襯衫 卻有黑色條紋與刺繡 女孩的衣袖則以可愛的蓬蓬袖 來凸顯造型 這款傳統服飾在當地已有千百年歷史 每逢重要的慶典活動 人們都會穿上它 但最近當地民眾發現 法國這名品牌LV 推出的2024海灘系列中 竟有一款號稱輕盈 且充滿波西米亞風情的襯衫 跟他們的傳統服飾 簡直如出一側 當地民眾紛紛發出不平之名 老一輩婦女痛斥LV 怎麼可以偷走他們的服裝設計 有人主張這種戴有刺繡的特色襯衫 2022年已經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他服裝品牌想要引用 應該說明靈感來源 上個月羅馬尼亞文化部長 也就此要求LV做出澄清 希望LV在謀取商業利益的同時 也能彰顯羅馬尼亞的服飾文化 後來LV證實 也向羅馬尼亞道歉 並且停售這款海灘襯衫 事實上在此之前 也有聖羅蘭等知名服裝設計師 疑似抄襲這款襯衫 這一次的飄竊風波雖然暫時平息 但也同時凸顯另一個危機 因為手工縫製一件刺繡襯衫 要耗時一個月 由於繼承這項傳統手藝的年輕人 越來越少 羅馬尼亞人擔心 這項受到時尚重視的傳統服飾 未來將走向世衛的命運 故事新聞的會名別譯 現在就趕快請批帥 來為新聞猜猜看出個題目吧 好的 看過以上的新聞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你知道被簡稱為LV的路易維登 是哪一個國家的品牌嗎 一 義大利 二 英國 三 法國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台灣夏天越來越熱 不只民眾受不了 屏東恆春海域的珊瑚礁 也出現嚴重白化 讓潛水教練看了好心痛 而肯管處已經委託學者進行調查 希望找到搶救的辦法 五月時還五顏六色的美麗珊瑚 七月卻變成白茫茫一片 屏東恆春半島海域的珊瑚礁 因高溫大面積百化 衝擊畫面讓潛水照鏈覺得很不捨 極端氣候導致近年夏季氣溫越來越高 恆春海域近期最高水溫甚至達34度 導致當地珊瑚出現二零二零年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白化 其中又以跳石海岸到後壁湖 貓鼻頭一帶最嚴重 肯管處委託學者調查 希望找出搶救辦法 受海洋熱浪等因素影響 上 恆春半島珊瑚已出現八次白化狀況 雖白化主因是高溫 但由於白化的珊瑚非常脆弱 學者也呼籲民眾減少到珊瑚礁的活動 近年相關單位積極培育耐熱珊瑚 除了抵禦熱浪侵襲也能較快恢復 要為您介紹巴黎奧運的舉重項目 臺灣將有三位女將出征 其中的郭信淳過去一年苦於傷勢 但是他自我評估 目前的狀況越來越好 完成舉重動作槓鈴碰地的聲響不間斷 國訓舉重場內巴黎奧運前的媒體日 七十一公斤級的陳文慧專注訓練 從六十四公斤轉占七十一公斤 陳文慧的目標是改寫上屆東奧的銅牌成績 為求心無旁騙 婉拒受訪 而更想保持低調的是舉重女神郭信淳 首次在媒體日告假在別處訓練 唯一一次公開談備戰傷勢復原 是五月回到台東疑訓 目前狀態是越來越好 但是教練團這邊會壓著走 就不要讓我太快地去衝 然後目前幾層 這比較不好去說 但是我覺得信心是越來越好 郭信淳去年年初檢查腰傷加劇 加上體力恢復沒年輕時那麼快 備戰航亞時就說過不能操之過急 而去年十二月中國級教練高凱文 進入國訓中心 郭信淳接受新的訓練持續復健 郭信淳按步驟調整恢復 林建仁教練還強調高教練強化了過去訓練 不足的部分 郭信淳在巴黎奧運有機會重現過往實力 不會滿足於銅牌銀牌 銀牌銅牌不能滿足我 我們還是向最高去奮鬥 雖然我們這次比賽沒有辦法一馬當先 我希望我們能夠後來居上 身經百戰卻全身是傷 郭信淳在二零二零冬奧奪金 早已完成大滿貫的壯舉 第四次的奧運更為艱辛 未來也不輕言放棄 還能舉的話我還是會繼續舉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張明哲 高雄 台東採訪報導 現在我們再把鏡頭交給PCI 請他來揭曉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簡稱為LV的路易威登 是法國奢侈品品牌 由路易威登於1854年在巴黎創立 答案是3 你答對了嗎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我們下期見